中招把球断了 有机会战场动一让 吴达卡领进去了 单刀机会打满 守门员单掌一拖 还有捕射 多亏了后备 在小进区外 一脚把球捅出了进区 刚才那一漏是少嘉一 对啊 非常机智 提前 速度偏慢的他们 可能会对比赛的节奏更不适应 少嘉一这一漏确实非常的聪明 吴达卡针球队的第一次首发 可以想见赵克镇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十分钟过后 我们看到他慢慢开始进入角色了 让我们继续来观察 少嘉一 漂亮 这球雷迪守得也很漂亮 其实这个点的应该说是少嘉一 又是一个角球 这球弧线很高 头球砸下来 真是张成栋 今天连续两个角球呢 国安队的球员都是抢到了低点啊 对关键是我们队阵的不是 余扬 余扬对 武大卡的逼迫之下 对手出现了传球失误 来看看张成栋 传过来一脚打门 这是来自朴城 张成栋把球传给朴城 朴城拔脚变射 迫使对方的文将雷迪单手 做出了愉悦扑救动作 把球挡出了底线 原地发力啊 这一下 不是很平均啊 像刚才这种球 你明明是一个快速反击的机会 但是刚出进去打了 打成回传 对 被对手给围住了 对 而且处理的 伊比尼自己丢球了 把第七把球传给乌塔卡 绕过来 直接打门啊 乌塔卡 又是一个脚球啊 手边碰到了这个球 雷迪成了上半时最 这边防守的右中位是安德森 安德森速度确实太慢了 这个时候呢 保安队有队员在前场摔倒 快速滑出阵一球 到了进区里 对方两名后卫 再打 有没有捕射 还在进区 才可以鸣笛了 中文汉水手的守门员12号雷迪 如果说上半时 我们先看 这一下也没打到 太可惜了 这个肯定受伤势影响 还是比较严重 队队的角球机会 还能抢到第一点吗 这次到后面啊 守门员跳起把球摘到了 温柿员